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期刊经济学人平息 国会扩权恐怕会 这个外流敏感资讯给中国 台湾的民主指数 要被重新评估 字里行间透露着 是对这个法律的担忧 而主推法案的傅昆琪黄国昌 成为众矢之地 傅昆琪告诉大家 这个法是让他来救台湾的 真是如此吗 对比现在 哇你打开社群看到的 都是NVIDIA的执行长黄仁勋 台湾产业界现在呢 大家是一片看好掀起轰动 先是带着台积电的张忠谋 广达的林百里逛夜市 昨天又宴请了 台湾AI供应链的伙伴 一间台菜餐厅 一共有14位科技业巨头 黄仁钧高呼 要加码投资台湾 未来进入AI时代 台湾就是重心 激情呼吁引起了公民 渴望希望可以呢 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资金 来挹注台湾 不过说真的 国会所三读通过的 听证权调查权 藐视国会罪 很多的包括上市 欧洲商会等等 一再预警 现在恐怕成为 外资却步的因素之一吗 引爆民众怒火的 蓝伟现在担心了吗 好几位赢得很惊险的 立委们被点名了 像是在今天院会 国民党试图就要将 悬罢法修正草案 进覆二读 结果被发现后 又偷偷撤回 草案写到什么 未来要罢免啊 这个同意票要超过 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 简单来讲 这门槛非常非常难 但这恐怕无法平行怒火 遭遭点名的栏尾开始有危机意识了 板朝立委业员直直在说 要罢免你们去找傅昆琪跟吴宗憲 好不好 但说真的 还真的有花脸民众要发起革命 他们要罢免傅昆琪 而罢免立委们是假议题 还是真的有可能呢 今天上罢会帮忙好好分析一下 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宾 资深圳记者上罢尚义夫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乌档吉桃园市议员 于北陈将军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于翔哥 大家午安 再来欢迎是财经专家清皇哥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易中老师 大家好 最后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东豪哥 大家好 好 稍后台北市国民党市议员 钟小平和小平哥 也会来到我们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刚刚提到呢 这个傅昆琪啊 在透过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之后呢 大家印象太深刻了 他占到三赌之后呢 他高呼说 谢谢大家给我机会来救台湾 他说他救台湾 但是很多外国媒体不这样想啊 包括说经济学人啊 金融时报啊等等 都觉得这个法大有问题 甚至可能是会让外资觉得很紧张吗 对比啊 现在啦 大家说 NVIDIA的执行长黄仁勋 到哪都是一股热潮 尤其黄仁勋说了 接下来加码投资台湾 第二座AI研发中心在高雄 这才是真的救台湾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仁勋热潮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和台湾的机会 所以我的朋友和我 都在谈谈了 大约的机会 台湾在台湾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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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你這次在台灣也想要吃什麼 你還沒吃過嗎 蚵仔煎還沒吃 蚵仔煎還沒吃 你現在是最喜歡的嗎 他不能說單位 好 我也要說 不要說一隻 是一隻 你說 你想吃什麼這次 這次是想吃 都還沒吃 我想問一下親黃哥 你看黃仁勳直接說了 我要當台灣的超級大使 我要來當台灣的大使 對比黃仁勳帶來這個產業界 大家是一片看好 說未來台灣是AI的中心 但是讓大家覺得一對比之下 我們國會現在藍白完全聯手 我們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 已經三讀通過了 藐視國會罪 聽證權 調查權 通通都過了 這恐怕也成為外資卻步的一個原因 相比之下到底誰才在救台灣 對 沒錯 剛剛乃宇講到重點 你從黃仁勳加上黃國昌 這個雙黃的對比 讓你一聽就覺得落差差很大吧 太殘酷了吧 在錄影前我才問我們 一個執行製作的同事 我們才問他說 如果有黃仁勳跟黃國昌 在你面前讓你只能 選一個人合照的話 你要選誰 他就直接毫不猶豫的 就直接告訴我 當然是黃仁勳 為什麼是黃仁勳 因為看起來跟黃仁勳 站在一起拍一張照片 感覺以後賺錢的機會 會發財的感覺 你跟黃國昌如果 站在一起的話 以後看起來 協助小黨關燈的機會 會比較高 會被關燈的 兩個之間成為很巨大的對比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先分開來講 第一個先講黃仁勳的部分 剛剛從影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 黃仁勳是真的愛台灣 黃仁勳在講到說 這個會不會台語 他不會台語 他不會台灣話 他不是講台語 他用的是台灣話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很小的時候 就在台灣曾經待過 後來才飛到美國去的 所以他就像我小時候 長輩在告訴我的一樣 你如果做台灣人 你不要說台灣話 你台灣話是說得太慢 我小時候都這樣被罵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黃仁勳講的台語 非常的標準 但黃仁勳愛台灣的方式 他是用實力在愛台灣 什麼叫用實力在愛台灣 第一個 他的NVIDIA現在 市值排名全球第三 這件事情是實力吧 第二個 黃仁勳自己的身價 相當於台幣三兆 這個也是很有實力吧 第三個 現在市場上 最近的美股常出現的狀況是 即便美股大盤是跌的 但是常常看到NVIDIA是往上漲的 對 而NVIDIA往上漲的 也常常帶動台股在往上漲 即便台灣這幾天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國會擴權法案的關係 逆風 讓台股這幾天的這個 市況表現得比較差一點 但是NVIDIA狀況呢 仍舊是非常看好的 最重要的是 NVIDIA後面帶動著一票 台灣的供應鏈跟著往前進馬 更不用說NVIDIA告訴你 他在高雄要設研發中心 對 他是用行動愛台灣 這個行動愛台灣是跟Money 是結合在一起的 對啦 跟Coco是結合在一起的 各位說 為什麼黃人訊要這樣做 因為很簡單 我只問各位 最先進的晶圓製程在哪裡 在台灣嘛 那所以對於NVIDIA來講 如果他要有開發人員 研發人員 要研發出更新更快速的顯卡的話 請問他要在哪裡 搭配台積電的人員一起做開發 在台灣嘛 所以就像我們過去在新竹所認知到的 你知道園區常常看到的就是 這個台積電的人搭配IC設計公司的人 大家見面喝個咖啡聊個天 很快就把事情談妥 所以我們開發晶片的效率 就是比其他國家來的高 這就是台灣的優勢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喔 這個黃人訊這一次來台灣呢 看到這一張的時候呢 大家一開始在看任道嘛 覺得說黃人訊呢 搭配張多謀站在旁邊 看起來就是身價驚人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不是只有身價驚人而已啊 他的另外一場這個餐驗裡面 他邀請來的台場 包括核碩在內 包括這個那個 核碩 華碩 廣達 台達 鴻海全到 是 然後在裡面我們告訴大家 這裡面來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是NVIDIA呢 就是他們在做伺服器 輝達生成伺服器的供應鏈 那生成式AI呢 今天我們在節目不多說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財經節目喔 那輝達的這個供應鏈 你看由上到下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廣達在裡面 上面這部分由上到下 你有看到廣達在裡面吧 所以林百里出現合不合理 合理嘛 那你要知道喔 輝達NVIDIA第一台的超級電腦 誰幫他做的 就是廣達幫他做的 所以他跟林百里之間是有交情的 那第二個你看 裡面有看到這個 鴻海的董事長劉洋偉 那為什麼鴻海董事長劉洋偉 各位在圖中可以看到這幾項 你有沒有看到 跟這個伺服器有關的基板 這裡面有個叫工業複聯 上面GPU的模組 這裡面是有工業複聯的角色 這個都是鴻海集團旗下的公司嘛 所以當然會有劉洋偉的角色 所以你看偉創啦 廣達啦 音業達啦 音業達是更瞄準說 這一次喔 這個NVIDIA的產品裡面 三個系列產品都要有它的角色 所以這些台廠呢 每個都是拉著NVIDIA 抱團發大財的概念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麼對台灣才是最好的 這個對台灣才是最好的嘛 幫台灣發展AI供應鏈 讓台灣在未來的AI世界 能夠有一席之地 甚至我再講一個喔 昨天經濟部部長呢 開了第一場的查序 他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喔 深層式AI在未來兩三年 會發展到什麼程度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深層式AI的發展 會讓電力的使用大為吃緊 所以他昨天請經濟部去預估到 深層式AI未來兩三年需要的 可能用電量 要把它加進去計算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什麼對台灣才是正面 跟需要討論的事情 這個對台灣才是要正面 跟討論的事情 然後我在講喔 這個黃恩勳跟這個 張忠摩之間的一個小故事 好像這個黃恩勳跟張忠摩 很多人都想說 這兩個人為什麼好到說 可以到夜市裡面 吃豆花 吃豆花 是不是 吃豆花 為什麼有那麼好的交情 來跟大家講 因為黃恩勳當年創業 是在1993年的時候 那個距離現在 已經是31年前了 你知道 他的公司開兩年喔 1995年的時候 竟然笑想說 請台積電幫他做晶片 你才開兩年不到的公司耶 然後要台積電幫他做晶片 所以當時黃恩勳是寫信到台積電去 結果他沒有想到 他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 這電話是張忠摩打來的 你知道黃恩勳辦公室裡面的同事想說 我們才開兩年的IC設計公司 張忠摩竟然自己打電話來 辦公室裡面大家都很激動嘛 Morris Morris 然後就很激動 Morris Morris 然後像趙怡翔這樣在笑的時候呢 這個黃恩勳就要趕快告訴他 Morris Morris 然後大家的聲音滴了下來這樣 然後從那個之後呢 他跟張忠摩的交情才越來越好 好到什麼程度呢 張忠摩會到黃恩勳的家裡去 跟黃恩勳 那當時9歲的兒子聊天 那他兒子後來不是在台灣有開 有開店嘛對不對 那個Cocktail 然後他兒子那時候才9歲 那張忠摩跟他聊天的時候 當時很有趣的畫面是 張忠摩因為眼睛比較細 那跟黃恩勳的兒子聊天的時候呢 他會很認真地聽小朋友講話 但小朋友聽聽聽就會問一句話 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睡著了 眼睛瞇瞇的 就沒有講話 張忠摩只好回他說 我很認真地在聽你說話 你可以繼續說沒有關係 後來黃恩勳生日的時候呢 這個張忠摩太太不是愛畫畫嗎 還請黃恩勳呢 任選一副你喜歡的畫作 你挑走 所以兩家的交情很好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這些企業家跟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對台灣來講 才是真的有益的方向 相較之下 我給各位看喔 相較之下 現在在藍白帶做的 到底是什麼事情啊 伯昆琦跟黃國昌 一樣都姓黃的黃國昌 你跟黃恩勳兩個 到底誰對台灣的社會 是比較有幫助 比較需要的 我們看一下 黃國昌讓大家覺得 最傻眼的 最新的狀況是喔 英國的經濟學人說 說什麼呢 說台灣喔 你看喔 這個藍白強推的 國會擴權法案呢 這一件事情 英國的經濟學人說 你這個喔 可能會造成喔 權力分立的破壞 所以要重新評估的台灣民主指數 欸 你是來搞建設 還是來搞破壞的啊 結果黃國昌回應的方式呢 讓大家聽得更傻眼 他回應的方式是說 第一 覺得經濟學人的記者 你們被民進黨為假資訊 第二 經濟學人寫出這種文章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 那個是砸經濟學人自己的招牌 自己丟自己的臉而已 你們英國的經濟學人 自己丟自己的臉啊 我請問一下喔 到底是在誰在替台灣 這個 在替讓替台灣長臉 是對不對 讓台灣有面子 到底是誰在丟台灣的面子啊 這個你竟然因為這個因素去嗆經濟學人 然後還告訴大家去推薦 卡尼諾狂新聞 是比經濟學人更可信的資訊來源 但我只想問一件事喔 同樣是姓黃 黃仁勳跟黃國昌之間 你們認為哪一個黃對台灣比較有幫助 觀眾朋友認為黃仁勳對台灣比較有幫助的請加一 如果你是黃國昌的話請加鈴 稍後大家加一加鈴通通給他刷起來 確實喔清皇哥你剛剛講到一個點 張忠謀跟黃仁勳兩個人跑去寧夏夜市 在那邊吃豆花吃蚵仔煎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含金量已經夠高了 結果昨天晚上黃仁勳在台菜餐廳 一次驗請了14位科技巨頭 紅海廣達台達華碩和碩一堆通通在現場 如果台積電是護國神山的話 那昨天叫做護國群山 昨天大家說台灣的產業一片看好 但重點是政治會影響經濟 經濟會影響政治 經濟跟政治是環環相扣的一環 但是反觀到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國會有給這些產業更好的push嗎 還是會把萬機都趕走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黃國昌 他在這個直播的時候特別講到 經濟學人來採訪我的時候 都被為假資料 但人家是專業期刊 我們來聽一下黃國昌原文說什麼 還要我去回應苗博亞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卡提諾新聞 那個卡提諾新聞還把它整理得蠻好的真的 那個卡提諾狂新聞第三個人做的啦 那個卡提諾狂新聞做個對比 昨天有人傳給我看 我看了還覺得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的啊 民進黨他們散播假訊息的功能 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 為什麼說嘆為觀止呢 他們連經濟學人的外國記者 都為他們一頭拉股錯誤的資訊 大家先不要預測啦 說經濟學人是不律有有 我們說我們該說的話 那經濟學人如果要寫一篇文章 那個文章的內容是說 台灣的國會改革很可怕 在國會前面說謊 會被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經濟學人如果寫出這樣子的文章 我跟大家報告啊 那只是在砸經濟學人自己的招牌 自己丟自己的臉而已啊 上公我覺得呢黃國昌的這一番話呢 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是在先消毒 因為後來經濟學人真的看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有提出預警了 因為他們認為呢所謂的這個擴權法案呢 恐怕是會點洩漏資料給中國這樣子的疑慮 包括說欸台灣的民主的指數 恐怕要重新來討論一下 那剛剛你看啊很多網友現在就在討論說 欸黃仁勳這一次造成這麼大的旋風 護國群山都出現了 但是我們的國會在幹什麼呢 我們的國會包括說這個傅崑奇跟黃國昌 很多的像是有社論就在討論說 欸傅崑奇以前在國民黨被視為什麼 病毒 啊黃國昌以前呢 在柯文哲沒有找他入黨之前 他在政壇幾乎上已經不見了 但是什麼樣的狀況 讓曾經的C咖 現在在國會直接當A咖了呢 認為背後有沒有一個看不見的手 在給他們這些動力呢 上公你怎麼看 第一個就是經濟學人 經濟學人應該不會太在乎黃國昌吧 是是 一百八十幾年 是黃國昌被在意經濟學人 哦 對啦應該可以這樣講吧 所以經濟學人一百八十幾年 他是全 我相信看經濟學人的人 台灣可能是少數吧 可能是少數吧 因為經濟學人是一個國際性的期刊 所以查不查招牌 我覺得也不是黃國昌說的算 黃國昌跟經濟學人比 我寧可看經濟學人也不想看黃國昌 對不對 而且拜託不要拿黃國昌跟黃仁勳 你這是要侮辱黃仁勳嗎 不要這樣吧 他有俊俏的臉龐 俊俏的臉龐 不是你這樣比下去 我覺得黃仁勳被侮辱了 當然國衛你一面 當然說一句實在話 你說黃國昌或是傅崑崎過去到現在 其實最終一件事情嘛 就 我需要講得很白嗎 就黨主席 黨主席無人嘛 這還要講什麼 好友 好友 黨主席如果可以牽制傅崑崎 可以搞得定的話 今天很多事情就不會這樣啊 所以朱立倫跟柯文哲 兩個黨主席同時失能 那就搞不定嘛 這還要多說什麼呢 第二個 兩個人都去接了總召嘛 傅崑崎你管他以前是不是病毒不病毒的 人家選院長的時候也很積極的浮選 有效果嘛 有效果嘛 大家都會投他當總召嘛 對不對 當初賴斯堡退了 我們都說賴斯堡選不贏傅崑崎嘛 其中各中原委就在於選舉的時候 誰幫大家出了很多力 所以這也沒什麼好談的 就是你當總召的時候 尤其是什麼 新科立委多嘛 沒有來過立法院嘛 所以很容易帶領嘛 你看有些資深立委 根本對傅崑崎私底下是意見連連的 根本也不是很甩傅崑啊 就當過立委跟沒當過立委 那偏偏這一屆國民黨呢 年輕立委太多了 你看十三席的部分區裡面 曾經擔任過立委的 重新回部分區的一兩個 然後區域這麼多新人 然後原住民 好像原住民 除了一個兩個都新的 黃仁如蟹 你就看得到新人太多嘛 新人太多那就容易領導嘛 因為不懂嘛 好領導嘛 又總召嘛 選舉也幫了大家忙嘛 等等嘛 然後朱立倫也 大家都說朱立倫 我都已經忘了黨主席叫朱立倫 好久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了 好久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了嘛 然後你就說他為什麼會變大 就因為這些因素嘛 然後擔任國會總召嘛 然後黃國昌 黃國昌講白一點的話 柯文哲董立法院嗎 另外七個 可能那個誰啦 齊凱以前跑過立法院懂啦 懂一點啦 懂立法院啦 其他也不懂啊 所以我才說一句話 當你的黨團裡面 不懂的人越多 越好領導 懂的人越多 越難領導 因為今天講一句話 如果搞議事 今天搞程序 如果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團裡面 比傅昆琦懂得超過一半以上 是傅昆琦說的算嗎 那就未必囉 那就未必囉 所以有很多事情 他就是一個主客跟環境所塑造出來的狀態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 今天 如果是李登輝當黨主席 傅昆琦是什麼啊 對不對 馬英九當黨主席 你傅昆琦你別想來我們這個黨 對不對 朱立倫請他回來了又管不定呢 啊黨員不就這樣咩 各位還記不記得 共識營 誰付錢 炒翻天 炒翻天 後面傅昆琦要去中國 李彥秀怎麼說的 黨中央不知道 後面 傅昆琦說啊你不知道啦 去逼黨中央發澄清稿 說明稿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真的 當黨中央無能的時候 他們才會做大嘛 那 朱立倫有能無能 這個如果我們 我們來舉手表決一下 來來 覺得朱立倫有能力的 有 有能的舉手 你看沒有吧 對不對 要不要反表決 我們今天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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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小平都會到你問他 要不要反表決 好 好 反對說朱立倫無能的請舉手 你看也沒有人舉啊 對不對 表決反表決我都做了 你幹嘛 所以我就說 基本上 其實他是有很多的條件塑造的 如果黨中央強勢的話 今天不會是這樣 然後 資深立委佔一定比例 也不會這樣 那就偏偏 黨的能力有限 然後新柯立委又少 然後呢 以前被欺負了 大概 不要說被欺負了 結果每次表決 每次輸了 八年 輸了八年 對不對 那一些人對綠營的仇恨 也很容易 在傅坤級說 大家那個憤怒值就很容易衝 再給他們當半年以後 他們就知道不能這樣 因為有很多新柯立委 國民黨面有很多新柯立委 其實在五二八之後 有在思考這些問題 有在思考這些問題 甚至於連他們當時表決過的法案 到底合不合理 他們也都在重新再想一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勢 等久一點 大家對立法院摸手了一點 其實那個狀況是會有改變的 是會有改變 然後你說民眾黨的不滿意度 反感度如果持續再拉高 如果六月國政報告 結果還高過五月 因為他做五二三嘛 那裡面中間 如果六月做 他可能複議案都處理過 連複議案都處理過了 複議案又是一次的表決 那個公民的情緒又會被帶上來 所以六月份如果再做一次 民眾黨的不滿意度 反感度如果再飆高 你認為柯文哲跟黨內的立委 會再忍氣吞聲還是都沒有反應 就繼續這樣搞下去 搞到黨王人滅嗎 我相信這未來會改變的 確實這個黃國昌 現在批評所謂的經濟學人 人家說之前黃國昌 是公理的馬其諾防線 現在變成公理的卡提諾防線了嗎 尤其我們剛剛提到說 現在在產業界 AI大時代來臨 大家都往前衝了 但是國會為什麼會倒退成這樣呢 先進廣告稍後繼續精辟剖析 我們剛剛提到當台灣的產業 帶頭往前衝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的國會是幹嘛呢 包括說這個謝金河社長 特別有揭露出這個黃仁勳 他在這個矽谷台灣人參會上面 發表的精彩演說 就有談到說 電腦革命就是AI革命 人類在用全新的方式做這些事 台灣就是這個革命的中心點 我們值得為這件事情 為台灣來喝彩 他認為他是超厲害的台灣大使 台灣在AI的革命當中 是至關重要的地位 但是我們說到產業界 往前衝 往前的帶大家一起來 賺大錢一起來救台灣 用實力來愛台灣的同時 對比國會這次的亂象 讓人真的就是看不懂了 我想帶出東豪哥 這個我知道你現在 接下來看這個畫面 你會覺得落差有點大 跟我剛剛談得有點大 這個館長 館長對於所謂的這個輕鳥運動 這是一場公民運動 但是你看對於藍白來說 公民都站上街表達他們訴求了 但是他們幾乎是看不起的情況嗎 但你來聽一下 最不尊重民主的 包含外面的這一票人 拿著賣台習近平來當一個幌子 來這邊全力的主打 民進黨的貪污案 這群人你他XX的 我其實公民運動我都很看得起 我從來沒有這麼看不起 公民運動就是這一次 你這一次 每一個都在睜眼說瞎話 每一個都在妹的良心講話 好我想問一下東豪哥 這個所謂三毒通過到現在了 整個藍白呢 都好像覺得說 欸你們就是 欸我看不起這樣子的公民運動 他覺得這些都是被蒙蔽雙眼的 欸但說真的啦 就連傅崑奇現在自己黨內 都打他好幾個巴掌啊 傅崑奇說我們一定要廢 這個監察院 李彥秀出來說我們廣立兩立場 就是五權分立 好再來呢 這個疾問疾答 指問不答還可以 許曉星跟你說欸沒有不行 你就是要打柯智英你說不行 來我要成立特徵組 柯文哲說我們要跟你玩 欸傅崑奇被連打四個巴掌 打巴掌又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就是中場花絮好不好 我先講一下 因為等一下再講館長這一趴 那個我有看許曉星講 他就說立法院就不是總統的秀場 對 沒有疾問疾答的話 那其實立法院是什麼 立法院是立法委員的秀場 對 好不好 你從五一七一路看下來 其實他就是一場 今天也不能講都是一場秀 好不好 那一場競技 這個像羅馬競技場一樣 裡面有的人是真的義憤填膺 有的人欸 在裡面是扮演說 我不要缺席的角色 對 好不好 我們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人並沒有在我們今天節目上出現 我們就不予以點名 好不好 在立法院這個過程中 說實在 立法院真的是一個大秀場 現在越來越嚴肅 認真去在立法院做功課的立委 我相信上映夫一定很有感覺 以前是立委可以告訴我們 包括法案或程序 或者一個修正案 他對一個社會的影響 或者考慮 好的地方 就是優點跟缺點 很多立委都可以侃侃而談 就是他用功 可是用功的立委 在現在網路的時代是不討好的 用功的立委你看不到啊 要怎麼樣才可以看到他你知道嗎 踹他一下 然後呢 或者說就是故意讓他跌倒 這個流量 遠比你在委員會裡面認真質詢官員 來的大 那你知道我讓這個力 讓我這個不同黨的立委跌倒 這個成本多低啊 這個成本已經比較低嘛 花三秒就可以做到 我還可以睡覺嘛 對 不然提案還要看 看什麼提升再犯罪率 那個多累啊 寫錯字 寫錯字 寫錯字的時候還可以上卡提諾 他說了啊 那個都是垃圾法案 垃圾法案 你知道嗎 提不是那個有關那個外衣間嗎 不是提寫的那個提案說明 寫要提升再犯率嗎 那個其實是可以上卡提諾防線的 好不好 卡提諾 你如果常看的話你就知道 就是要酸嘛 要狂嘛 他不是 他不是很網路上面的 他不是正規媒體 要流量 你不夠酸不夠狂 只要看你啊 這個跟你看看經濟學人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經濟學人還比較貴 你還要付錢 看卡提諾你需要付錢嗎 他不是靠你付費的 靠其他的 好 那 為什麼想說這現在是中場 因為下一個議題還沒上還沒上來 下一個議題會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再看 那 傅昆琪在這個時候 相對會比較沒有約束力 那 誰會 誰會對傅昆琪 就是看下一個戰場正當 那中間是中場 那包括監察院這個 都還涉及到國民黨的武權憲法啦 這些 好 那所有的這一切 都在累積下一次的能量 大家絕對有機會再看到下一次起來 那館長呢 觀眾也就跟這個 黃國昌在講那個經濟學人一樣 黃國昌講給自己的 自己的粉絲聽的 自己的粉絲聽的 自己的粉絲聽的會很嗨 好不好 經濟學人這樣酸 館長一樣是講給自己的 自己 自己直播的時候的粉絲聽的 因為 館長又不是要選舉 他沒有要選舉 他也不像黃國昌一樣 可以當部分區立委 對啊 他是階梯啊 他自己說的 哈哈哈哈 人家不是 他們兩個不是和解了嗎 還沒話 他說的話 他自己要就是階梯啊 不是後來又和解了 有啦 後來又有帶流量回去啦 有啦 有意思有趣啦 所以你在看所有中間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的關鍵是 他在乎的是流量 阿不是 你說真的在講什麼道理 沒有啊 你要爽就好啊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起來之後呢 就發現一個我們要面對一個 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爽就好了 嗯 講到讓你爽就好了 好 好不好 爽你會當內啊 嗯 館長就說 你們都沒有來我這邊當內嘛 對啊 好 那所以你在看這一切的時候 那 但是回過台 這個社會有他自己的一個 一個規律性 或者一個社會有他自己的一個能量 呃 館長這樣的講法 會不會下一次累積新的能量出來 嗯 但是我覺得館長的能量不夠大 喔 那黃國昌比較好 嗯 傅崑奇比較好 我 我很佩服他們兩個 就是 在這麼短四個月之內 可以累積出 呃 五二四 那樣十萬元的能量 我真的覺得不簡單 動員能力很強啊 對 我跟你講那個是 賴清德 新任總統都沒有的能量 他們兩個就可以搞十萬人上場 這個 這個絕 呃 這個不能講空前啊 可是絕對是這幾年裡面很少看到的 他們兩個合體之後的能量超 遠遠超過柯文哲 嗯 好不好 這段時間我們沒有人在談柯文哲 嗯 好不好 柯主席只是一個陽春主席 嗯 就像你不會去談國民黨裡面的朱立倫一樣 嗯 為什麼不會談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不重要 嗯 不重要嘛 雖然是黨主席 是啊 但不重要 對 重要的是傅崑崎 好那 傅崑崎加黃國昌 為什麼可以帶著兩黨 決定台灣的未來 因為內部所有的反對意見 當你跟民進黨形成對撞的時候 所有的反對意見全部把嘴巴拉鍊拉起來 嗯 這個時候是不容許有反對意見的 所以啊 我們自己在觀察這個現象是說 這樣子的發展 它除了對撞之外 它不會有其他的結果 啊這個對撞 民進黨因為人比較少嘛 對撞一定輸嘛 所以就會帶動場外的 那未來會怎麼 未來會怎麼發展呢 因為這是真正的國會實質不過半 那我們只能繼續往下看 往下看 啊 我不曉得今天 今天後面有沒有那一題那個 早上立法院那個傅崑崎 臨時撤回了一個提案 有有有 稍後好好來聊一下 然後稍後 我有什麼講的 我有幫你帶來 對對對 因為我們早上 我早上一部來 來那個廣播的時候也有秀這一站 選霸法 我認為喔 選霸法這個事情 從國民黨 因為早上這個意思就是要沒收委員會 對啊 要沒收委員會的討論 就再來就是一樣的套路嗎 這個其實跟那個國會改革那個立法院機場 SOP啟動 很像 如果這個也可以沒收那個也沒收 我不曉得下次要沒收什麼 一路玩一路嗨一路玩到掛這樣 我們不能講人家一路玩一路掛啦 傅崑要罷免他 很難喔 可是我等一下如果有時間會講 罷免傅崑好玩的地方 好 罷免成功與否 固然蠻重要的 就算不成功 也會很好玩 也會很好玩啊 稍後東豪哥好好來幫我們分析一下選霸法這個部分 但是呢我先帶將軍來聽一段話 這個傅崑奇呢 因為這個人家說 國會無法過了之後你知道嗎 他跟黃國昌基本上就很像喝嗨的 超嗨超亢奮的 所以傅崑奇馬上就喊我要在野特徵組 就沒想到黃國昌說 欸我不是很清楚這是什麼 柯文哲說 欸我們反對 欸結果傅崑奇啊 還有這個吳宗憲 趕快解釋一下說 這個在野特徵組 沒有 他就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好我們來聽一下 可不可以不要再秀下線了 你拿一個國會特徵組來談 是不是違反權力分立 我覺得這是不是笑死人 中天電視台有一個叫民間特徵組 那你說民間怎麼可以 私涉其談搞特徵組 他這是一個理念是一個名詞嘛 那你不要叫民間 你不要叫 呃立法院的什麼特徵組 那你叫做超級超級特徵組 可不可以改個名字嘛 這跟權力分立有什麼關係 部長你可以這樣一搭一唱 我真的服了你 喔我真的服了你喔 將軍你看啦這個 吳宗憲就說啦 所以是我們跟他認真了嗎 他說在野特徵組 我們就真的跟他認真了 想說哇這個特徵組 是要查什麼東西 要打什麼弊案嗎 結果沒有 他說就只是一個名字啊 所以我在這邊宣布 我們成立一個狠狠特徵組 接下來我們徹查遲到的來賓 徹查這種做沒做像的這種上公眾來賓 一律徹查 一律查到底 狠狠特徵組在這邊正式成立 你再說一次 就只是一個名字 好你不要生氣 來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將軍 你看如果真的就只是一個名字 他扯我們友台的節目說 他們也有這樣子的節目啊 不是就你是在幹什麼呢 其實吳宗憲講的不道理啦 他就是說 傅昆琦講的話不要太認真 他根本在胡說 就像你到長頸路去學美語 長頸路會來教你美語嗎 不會 你到何家人去學美語 那個HIPPO也不會跑出來 會有河馬來教你嗎 也不會 你去麥當勞去買漢堡 會是麥當勞叔叔來賣你漢堡嗎 肯德基爺爺也不會服務 不會那都是廣告跟業障 這樣講懂了吧 懂了 所以說傅昆琦講的特徵組 他不是特徵組 就跟電影拍世界末日 那世界末日還沒有到 就像龍捲風 有的節目叫龍捲風 不是真的龍捲風要來 那只是效果 還有什麼 是水浒傳 台灣水浒傳 台灣真的有梁山 台灣沒有梁山 那都叫節目 OK 所以說在野黨特徵組 只是形容詞 一個理念一個名字 對 就跟你買了一包洋芋片 它叫黑胡椒牛排 裡面沒有牛排 它是口味 那叫口味 它只是形容詞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那麼立法院就不是立法院 說不定破音字叫理法院 你進去不是進去 去論法律修法律 還有立法律的 你進去是理頭法的 對不對 那只是差一個立四聲 三聲而已嘛 對不對 理法跟立法差的不遠嘛 不要那麼認真 國民黨怎麼玩到這樣 大家覺得有點low的感覺 這簡直就是在做什麼 脫口秀嘛 玩到現在有點low 他們一直low到現在好不好 一個國民黨的不分區 居然淪落到 好像在跟法務部長 在玩脫口秀的節目 對不對 這是在玩什麼相聲嗎 對口相聲 脫口相聲 然後裡面講說 哎呀 我跟你講啊 我們是什麼質詢啊 調查 這個喔 哎呀 弊案很多 我們才要來查嘛 可是立法院不是立法的單位嗎 你可以去追很多什麼 你可以去監督 監督行政單位的缺失 找出缺失之後 該移送法辦 移送法辦 不是叫你自己辦 現在什麼叫特徵組 就是我來辦 就是我來辦喔 我針對權貴 不管是總統部長 或是立法院的同仁 有弊案的 我來辦喔 那不叫移送法辦 是我來辦 這不對嘛 這不對 他說我們都是學法律的喔 你這樣子在侮辱法律 拿卡迪諾 楊玉片 或者是卡迪諾 黃新文 去 跟這個法務部長去喬說 有個台也在搞特徵組啊 那那個台的特徵組 就是讓五權不分立 我在跟他談大海 他是跟我講漱口杯的感覺 不是漱口杯 是小酒杯 小酒杯 漱口杯還大 漱口杯還可以 還可以泡泡麵 酒杯泡不下 所以我說這叫做 讓大家是跌破眼鏡耶 然後我告訴大家 現在為什麼青島東陸 這上個禮拜 會有這麼多人出來 對 國會改革有錯嗎 可是人民是有落差的 人民要的不是國會改革 人民要的是改革國會 是要改革國會 國會裡面有這麼多保費 還不要改革啊 對不對 我在 雖然我們那個小小的市議會 在桃園 我在桃園市議會裡面 第一個我沒有帶過棉被 進去過 因為那是開會的地方 不是睡覺的地方 我也沒有帶氣笛喇叭 或是笛子進去過 沒有 那更沒有在議會裡面 我去扯別人的領子 沒有啦 沒有 那是尊重議會 你們要尊重國會 請問 在議會裡面 帶這個敵子 吹氣敵 在議會裡面帶棉被 這才叫藐視議會吧 所以人民要什麼 人民要的是 改革國會 要把國會這些亂象改掉 而不是要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是什麼 讓你變得更流氓嗎 讓你變得更有霸權嗎 讓你變得天皇嗎 不是的 人民要的是改革國會 國會這些分子 要給他約束 國會這些立法委員 要給他很多職權的限制 而不是給他更多的這個權力 讓他去讓世界 讓全世界覺得我們很亂 所以懂了嗎 不是卡尼尼尼尼尾 不是什麼新聞 不是什麼節目有才做東西 是你們內部要自制 不要再亂 我想要問一下賓桑哥 你看他們講說什麼特徵組 我們都跟他認真了 結果他現在跟我說沒有 那就只是取一個名字而已 什麼東西啊 但是我要問你的事 這個你過去應該也接觸到 很多的這個外國媒體 他們其實都相當專業 也是長期在觀察台灣的一些 政經的發展 就沒有想到黃國昌 竟然這樣子評論 所謂的經濟學人 他都認為說一個網路節目 比一個經濟學人來的專業嗎 你怎麼平息這件事情呢 好 當然除了這件事 最近民進黨 他們現在逼到一個破口 王毅川 說哎呀 你們王毅川 監控人民啊 天眼啊 逼到了啦 這個民進黨要怎麼說呢 我先講一下 我真的很不想講這個黃國昌 我比較想講黃仁勳嘛 黃仁勳的皮外套那麼帥 對不對 那我要講一下黃仁勳為什麼 做個開頭 黃仁勳其實知道 大家知道黑達的營業額多少嗎 大概只有青黃知道 對 我們應該 其實現在一年已經將近兩兆台幣 超大的公司 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不是每天唱吹台灣嗎 對啊 國民黨不是說 我們沒有電啊 沒有電人家 這個黑達為什麼要增加投資 人家說 還要在高雄社 製造兩岸風險 那黑達兩兆元的公司 他要看到兩兆元蒸發嗎 不可能嘛 所以就是國際企業認為說 賴清德當選 台灣依然是穩定的啊 大家才願意去投資台灣啊 所以其實黃仁勳雖然沒有這樣說嘛 但黃仁勳的舉動 就已經是打臉 國民黨這些什麼 缺電啊 五缺啊 等等等等這些做法 就根本 就是人家是用錢 來證明說 他是相信台灣的嘛 那你知道經濟學人 講說經濟學人 其實今年三月 他是怎麼提到黃仁勳的 他說到底有什麼東西 可以阻止黃仁勳 就黃仁勳太強了 已經他停止不下來了 什麼相披靡了 對 那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提到經濟學人 其實全世界三個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刊是什麼 或者期刊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經濟學人 第二個就彭博新聞 第三個就是金融時報 這就是全世界具有權威性的嘛 這個三個報社 這三個期刊 都一次的在罵 這一次的這個法案 包括其實我先講一下 經濟學人的部分 其實經濟學人 他文章內容是一回事 經濟學人有一個更神秘的機關 叫經濟學人的 這個所謂的情勢單位 情勢單位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這個是付費 平常看不到 你前幾個字都看不到 要付費解鎖 完全付費 而且付費之外 你還是要機構性的付費 他才讓你去看 為什麼 他就是給國際大企業去看 他其實現在就有網友 去揭露內容 他其實 那個是他內部的 所以批評 就批評得很直 包括說 這一次國民黨 去處理這一次的法案 對不對 會作為權力平衡的一些失衡 那尤其他們擔心什麼呢 這一些會導致國民黨 用政治武器化 政治工具化 這一些所謂的 國會擴權的工具 那包括什麼 剛剛提到了 包括他們就要重新評估 他們對於台灣 國際民主評比 的一個分數 台灣是亞洲 只有五個 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 他要重新評比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 這些其實都是 有違憲之語 所以我就說 經濟學院是夠公正了吧 可以了吧 彭博新聞是怎麼 他說 你知道彭博新聞 他是直接引述很多人 但其中他的內容 就是說 他令 這個法案 令人擔憂 終究會讓 終究希望 統一的國民黨 會因為這些法案 而去揭露 這個國防資訊 他講得夠明白了吧 這個揭露 國防資訊 這個邁向 統一的國民黨 這是彭博新聞所講的 好 再來 因為國民黨 每次遇到 國防機密的時候 都會情不自禁 對 情不自禁 就太high了嘛 情不自禁 跟這個 卡金螺狂新聞一樣嘛 就太high 太狂了 那再來 金融時報是怎麼說 金融時報是以社論 這不是報導 全球的期刊 社論 他一天其實就一個社論 他社論要講的事情很多 他以色列對不對 就他社論是講台灣 他社論是說 立法院這次的擴選 是為中國對台灣 滲透 創造 可乘之機 這個夠清楚了吧 所以我就說 黃國昌認為 這些不重要 不代表這些期刊不重要啊 黃國昌認為 只有卡金螺 黃新聞重要 不代表這些期刊 就應該被忽略啊 那我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覺得 這件事情 對我們民主的影響很深 是這樣子 第一個 我們台灣的民主 跟安全仰賴是什麼 國際對台灣民主的支持 國際認為 我們台灣是一個 蓬勃的民主國家 大家才願意去投入資源 大家才願意支持啊 但是當經濟學員 全球民主評比的時候 說你台灣因為這件事情 我對你民主有所懷疑 這對台灣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啊 但再來 其實我覺得最失敗 就是媒體識別這件事情 其實媒體識讀 是政府最年代推的 媒體識讀仰賴是什麼 仰賴說 我們去了解資訊的來源 看這新聞媒體公不公正 等等等等 例如說我們在新聞上講的東西 我們在節目上 大家其實都可以公平啊 每一個人講的都有所本啊 但是今天 黃國昌說這都不重要 我認為經濟學員不重要 卡俊諾風經文最重要 所以我就說 這件事情 黃國昌的說詞 讓我們媒體識別 媒體識讀 大概由我回溯了20年 好的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易中老師 你看這個黃國昌 現在越來越狂 比狂經文更狂 還嗆說 經濟學員你會自砸招牌 等等的 但是包括黃國昌 還有整個國民黨民眾黨 現在逮到一個大破口 跑去質詢人的時候說 王毅川說這個大重點 王毅川說 其實可以用手機的訊號 去監控所謂的人群 徐宇貞還直接說 立法院外面 曾經有一台車 他認為那台車 就是在控制那些人群的車 現在已經無限上綱到一個 很厲害的地步了 當然昨天三大電信 通通都表態了 讓這藍白通通都嗨了 說我們從來都沒有提供 相關的業務洽詢 現在藍白徹底撿到槍了 你怎麼看 藍白已經要求了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要下禮拜一 要進行專案報告 所以 那現在就要求NCC 包括什麼這些相關機構 可是我現在問題是來的 就是說 那下禮拜一的時候 這個專案報告的時候 王毅川要不要去 對 因為立法機關監督行政機關 所以他確實有權力要求行政機關來做報告 甚至報告中華電信 因為他有關苦 但王毅川呢 開始叫人民進去了嗎 王毅川是民進黨的黨公 但是他並沒有任何的公子的身份 那這個王毅川 其實按照他們之前的國會擴權法 其實王毅川是要去的 不去的話是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好奇說 那到底王毅川到底該不該去 那不去的話會怎麼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在於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在於 就是這裡凸顯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這個其實他們有人去告發了 所以其實王毅川現在這個 地權署已經用他自然去偵查 那王毅川基本上 地權署他處理的時候 他就要按照他當初的收集的資訊 他自己要去跟檢察官講 可是他為什麼要去 就是我認為說 王毅川該不該去國會 我認為是不需要去 因為這樣變成你國會就是檢察官了啊 那我們人民選你出來當立法委員 現在你變成檢察官又發官了 你可以檢察官兼法官 在那邊拿到任何的那種權力 所以其實這個國會擴權這件事情 反而凸顯了 就是說這個調查這裡面會有問題 所以我現在很好奇說 那王毅川到底該不該去 那如果不去的話 他們要怎麼去找王毅川麻煩 那除了王毅川以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這些民間公司 那遠傳要不要去國會報告 那台灣大哥大陸去遠傳報告 變成是你的國會的權力 可以搭到這種程度嗎 這個是人民所希望的 老師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稍後讓你繼續再補充 確實王毅川真的會成為 國會調查的第一人嗎 所謂用公民的身份被叫去嗎 別忘了 王毅川如果要找律師的話 還要主席同意喔 真的不會變成那個 藍白第一個的向上人頭嗎 先進廣告 稍後繼續討論 老師你請教一下 大家說統一論調 是王毅川這次翻車了嗎 真的會被藍白給逮到嗎 還是一切都是誤會一場 我不清楚有沒有逮到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必須藍白必須把握時間 傅昆奇已經講了 他說他們這個國會擴權法案 有一個空窗期 必須把握這個時機 趕快把事情處理喔 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東西有可能是違憲 但問題是現在傅昆奇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三國演義嗎 董卓啊 現在傅昆奇就是國民黨的董卓啊 那個小朝廷 朱立倫的跟他漢憲弟 靠在旁邊嘛 董卓為什麼大隻 董卓除了自己大胖以外 主要是他得到呂布 董卓哪裡得到呂布 黃國昌就是現在他的呂布啊 黃國昌呂布戰力當年有多強 山陰戰呂布 劉備 關羽 張飛 上來打一個打圍 所以當董卓得到呂布以後啊 這邊兩個夾罪會議啊 利用這個時間 利用這個國會的空檔 這一個月我跟你講 大勢殺戮 而且大家還不敢 趕路不敢遠 你看 當初董卓跟呂布兩個夾罪會議 那是因為最後有貂蟬 來破壞到兩個 如果沒有當初沒有貂蟬的話 現在三國演義的歷史要改寫 董卓作紅帝 呂布作成像呢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 兩個大將在那邊 夾罪會的時候 兩個小朝廷 白黨的小朝廷 柯文哲 胖了啦 藍黨的小朝廷 朱立倫消失了 所以我只能說 未來這一個月空窗期 大家還是要看 董卓加呂布 兩個夾罪會 這個接下來這一個月呢 他們好多東西要做 今天突然拋出了選罷法 是不是因為擔心罷免 大罷免時代來臨呢 偷偷提出來又偷偷撤案 是怕大家怒火燒得更大嗎 先請廣告稍後趕緊來剖析 大罷免時代 好 我們說到呢 在上週呢 這個藍白啊 他們一起推動了 所謂的國會的改革方案 終於過了 但是這個怒氣啊 要往哪去呢 大家覺得未來的國會 恐怕會越來越亂嗎 首先先說白了 民眾黨一共巴席 你是奈他沒辦法的 人家是不分區 所以這個怒氣 哇 就往國民黨給衝過去了 首當其衝 上公的家 半敲 葉原資 聽一下他怎麼說 可是因為你的知名度高 你仇恨指高 我建議可以罷免 傅昆奇跟吳宗憲 國民黨來人喔 要不要 黃民黨來人喔 黨紀 黨紀 除分 但是如果大家認為程序有問題的話 那你罷免吳宗憲 但他當然沒辦法罷 這我知道喔 這開玩笑的 大家不要到時候又隨便亂講 說什麼 還不及了 你連不及立委都不知道 不能罷免 覆水難收 開玩笑 往路節目輕鬆一點 往路節目輕鬆一點 好 你看啦 永遠資從這個節目上面說的話呢 就開始有機可循了 一開始說 我是這個教育委員會的呢 然後後來說 你們要不要去問吳宗憲 然後現在說 你媽媽先罷附困奇跟吳宗憲 我想問一下尚公 為什麼連永遠資都開始覺得 有點擔心了呢 因為他一再被點名嘛 他本身當初在選的時候 贏的這個幅度 就真的算是比較小的 全國第二小的這個幅度 所以現在他當然會緊張啊 尤其現在國民黨是要趕快 遏止這個所謂的 罷免時代來臨嗎 今天國民黨偷偷提了一個 所謂的選罷法 準備要來進覆二毒 但最後被發現之後 又趕快把它撤掉 想問一下尚公 他們提的這個草案 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被人家說 是怕被罷免嗎 把門檻提那麼高 當五月十七號的時候 就是立育醫院職權行事法 二毒審議的第一天 那一天是打得最慘烈的那一天 打得最慘烈的那一天呢 報告事項的第七案 有一個案子悄悄的完成一讀 交付內政委員會審查 許以珍等39人所提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75條以及第90條條文修正案 交付了內政委員會審議 這個條文基本上是這樣 第95條是規範未滿一年 不得做罷免提議 提議跟連署 這個案子 各位如果回想到當時 當初這個案子 這類似的事情曾經爭議過 就是在韓國瑜的罷免案 還不到一年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連署提案等等 大家就是說你程序上 是不是不應該什麼 還未滿一年的一個爭議 他現在直接就給你明定了 第二個第90條 他是原本的條文是罷免的時候 同意票 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 且達到四分之一 就算罷免成功 許以珍的修正案裡面 改的是同意票 同意票 同意罷免票 要超過被罷免人當選票數 且符合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就是個廢話 全台灣區域立委 沒有人低於25%當選的 所以你必須要超過他的得票數 超過他的得票數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相對罷免的困難度就很高 你比如說你現在說 葉原資只贏一千多票 怎麼樣怎麼樣 但問題是你要贏過 葉原資的票數 不是葉原資贏得多跟少的問題 如果這個案子過了 這就是國民黨今天悄悄提出來的 他是用黨團 黨團的提案 所以傅昆琴一個人簽就可以了 因為他黨團總召了 各位看到了上面一個國變三抽出 跟各位解釋一下上一個議事程序的課 因為之前協商的時候 5月31號是進行行政院長市政報告並被巡 所以今天左龍太去了 看了這個經院會通過以後 常委協商經院會通過以後 程序委員會必須院會決議排這個議程 所以今天的討論事項就是排行政院院長市政報告並被巡 那議程裡面只有這一項 那國民黨就要提出變更議程 就是要把討論事項的議程變換 那剛才講到變三就是指變更議程第三案 抽出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徐宇甄在5月17號完成議讀交付內政委員會審議的案子 直接從委員會抽出到院會進附二讀 就是委員會不審了啦 不要委員會審了啦 直接拉到院會進附二讀啦 然後由國民黨立院黨團負責召集協商嘛 因為提案人徐宇甄是國民黨的 有時候就是提案人的所屬黨團負責協商嘛 意思就是委員會不審了啦 直接丟上來了 一個月以後朝野協商 一個月以後協商不容了 就照院會直接再來處理啦 到院會大家就要來看要怎麼弄嘛 表決啦 廣泛討論啦 主條討論啦 會不會又來一個停止發言啊 表決啦 停止發言表決嘛 反正兩個條文很快嘛 當然這個案子後面是撤案了啦 那這個案子如果不撤案或什麼的話 那很簡單嘛 他又是另外一批惹怒公民的 大家現在氣就還沒消 你再推人家更火 惹怒嘛 惹怒了 那公民投票這些問題惹怒了嘛 所以今天是撤回了啦 撤回這一個案子 撤回這個案子是撤回抽出禁服二毒喔 就等於說這個案子還在委員會審議喔 他不是不見 不是不見喔 這個案子還在委員會審議喔 他只是抽出來這一個取消喔 就等於說我不從委員會抽出來了 那委員會還是要審喔 還在委員會喔 不是抽出來喔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壓力很大 這個事情壓力很大 那這個案子未來審查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看到黃國昌 比看到傅康錡更尊敬 毕恭毕敬嗎 有什麼 這個到院會以後 巴喜投或不投啊 搞清楚啊 我的身或死 對不對 對啊 鄧毕史怎麼辦呢 好 怎麼辦 你不管門檻多高 只要有罷免案 都要都需要 都要看黃國昌的臉色 這個第一關啊 先講第一關啊 法案先講第一關 先講法的部分 那我就要問一件事嘛 那今天很簡單一件事嘛 就是說 我黃國昌以前是沒有門檻的喔 他提案是沒有門檻的喔 四分之一是柯建民堅持加上去的喔 加上去以後修改完了 第一個被適用罷免的是誰 黃國昌喔 對啊 所以當初人家說 柯建民那時候堅持把四分之一定下去 是救了黃國昌一命的 你看黃國昌怎麼對待柯建民的 這一點我們要 對啊 持平的說啦 稍微提一下 那今天是又要把門檻再提高 黃國昌是什麼態度 沒有態度 你不要這樣講喔 黃國昌搞不好支持喔 沒有黃國昌搞不好支持喔 然後就找那個月圓芝來說 找月圓芝來說 叫大哥 新北市長提 那個新北市長選舉你支持誰 叫哥哥 叫大哥 叫帥哥哥 你叫大哥你公開說你支持我 來這個案子我就投了 保你的立委 保你的立委 但你要支持我選新北市長 孟凱表示 哇 多大的交化條件啊 新北的本黨的立委被他挾持 多大的交化條件啊 開玩笑喔 現在 不無可能欸 不是 傅崑琦你都要變霸了 等一下傅崑琦交給那個 那個那個 陳東豪獎 都要被霸了對不對 誰是大哥 以後轉過來 看到我大哥 為什麼叫我大哥 因為我不會被罷免 你們的罷免生死掌握在我手上 轉過來叫大哥 哇 最大籌碼 對 尤其是 越人之跪著叫大哥 哦 你最危險嘛 對 最危險 還有跪著叫大哥 最容易 然後要告訴我說 市長選舉 你以後支持誰 黃國昌 好 我會投同一票 有喔 林德夫打賴光都不用叫 因為他永和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還有羅明財 這個案子擺在那一邊 國民黨又要再一次看 民眾黨的顏色 我看黃國昌的顏色 不是嗎 對 不是嗎 所以傅崑崎在那邊 不要大小聲 現在大哥換人座 喔 好不好 決定這些 你底下這些 你率領的人 未來的命運在我手上 不是在你傅崑崎手上 搞清楚喔 現在誰是大哥 現在Boss已經變成黃國昌 就這樣 當然了 你從立法院的人數議事 怎麼去探究 黃國昌決定 這個法案的生死嘛 對不對 可是柯文哲呢 柯文哲他是黨主席 柯文哲沒有時間 他是黨主席 柯文哲未來要跑法院 對 柯文哲忙 柯文哲 清華城案還沒有結束 還沒開始 他現在希望黃國昌 在立法院多表現一點 國會壓過 壓過台北市討論精華城案 那個阿伯 趕快去跟他律師 多討論一下 這個上公給他講到 黃國昌這8票 真的太重要了 東豪哥就要趕快問你了 幫我們講這有趣的故事 你看現在很多人被點名 等人家說罷免怎麼樣會過 就是你在那邊嘴秋 這是葉元智自己講的 他說嘴秋的人 最容易被罷免過 但是我們看到 有些人嘴巴就是管不住 包括像是副總召 巧欣之類的 要爸來 你爸我一個 我爸你五個 你爸我五個 我爸你十個 我們先來聽一下巧欣 他在跟黃國昌直播的時候 他怎麼形容這些法案 這句話又徹底惹怒大家 來聽一下 因為我剛剛後面睡覺 因為今天真的太無聊了 今天他省的每一條都是垃圾法案 那天我記得在討論的是 不是垃圾法案 是空調文 空調文 什麼是空調文 應該是當時就是 許巧欣委員 針對當時大家在表決的調文 他說這些法案是垃圾法案 許巧欣的話 你可能要直接問許巧欣 調文 我長得像許巧欣嗎 對不對 黃國昌應該這樣回 我長得像許巧欣嗎 你去問許巧欣啊 我想要問一下東豪哥 你看巧欣人家說 巧欣沒有在怕 所以巧欣的這個選民結構 覺得沒有問題 但真的是如此嗎 還有傅崑崎人家說 欸人家在花蓮那邊 你才是化罪的肩膀 你是動不了的啦 但是呢 現在他們還是發起了一場革命 現在說跑去這個超商啦 輸入這個相關的QR Code 就可以印出 罷免傅崑崎第一階段的提議書 通通都出爐了 欸我想問問東豪哥 真的動不了他們嗎 還是說至少滅他們威風呢 我先講個最簡單的事情 你要罷免就還有連署 對不對 那連署的過程 其實只要民進黨動 動下去 基本上要成案 沒有問題 好那大家關心的人 一定說那罷免會不會成功 罷免傅崑其實有難度 大家都知道嘛 對啊 可是我問一件事情 票是怎麼來的 傅崑崑當選立委的票 怎麼來的 你沒有組織動員嗎 你不用去拜票嗎 一個村一個村 一個里長一個里長去找嗎 一個社團一個里長 你去社團的時候是兩串香蕉去嗎 就兩串香蕉 你就會支持我嗎 他要資源耶 大家在選舉不用開玩笑 這種bamping 基本 富貴其實才剛選完 1月13號才剛選完 明年1月31號之後 如果可以對他發生罷免的話 他又要兩串香蕉去找里長嗎 靠他太太是縣長 夠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花蓮現在有沒有反傅崑崎的 喔 有啊 有啊 國民黨到民進黨 花蓮市長跟議長 對啊 好 第三個 你知道傅崑崎加拿太太 壟斷花蓮政壇 壟斷 這個壟斷什麼意思呢 就是花蓮啊 國民黨的終身帶 當到議員之後沒有出路 因為知道到你議員做完之後 你要進主的大概兩個位置嘛 一個叫立法委員 一個叫做縣長 那因為 這實際上 從傅崑崎加入親民黨當選立法委員 到後來到他當縣長 他縣長當完又換他太太 他跟他太太兩個加起來就 二 六 四 這樣多久啊 四四十六年 十六年嘛 在哪裡嘛 這十六年裡面 國民黨的地方政治人物 鄉政長啦 然後政府議長啦 還能夠更上一層樓嘛 永遠都沒有出頭的機會 這個是我跟你講說 如果民進黨真的就發動罷免 或者有民眾發動罷免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在後面倒三缸 對啊 我講的是很人性 不會明著來嘛 會不會按著來 那再講第四點 第四點其實是第二點的延伸 就是資源的延伸 我如果是一個鄉政長 或者是一個重要的社團 華聯的社團女秀 傅崑崎總召咩 有人要八連禮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來拜託我 要來拜託我嘛 因為我手上有票嘛 我知道我可以動員多少票嘛 你不知道要來拜託 對不對 就算罷免沒有成功 傅崑崎要不要脫一層皮 你要去找資源 如果罷免的票數 雖然沒有成功 但很接近罷免票數 萬一是在一趴兩趴以內 選舉就會有問題了 如果是一趴兩趴 他選花蓮縣長啦 影響花蓮 那是一個氣派 氣勢欸 好 我就想說罷免 我們在看他這個罷免有兩個嘛 一個就是說 能不能成案嘛 然後成案以後能不能成功嘛 成功跟不成功 對傅崑崎身上都有不同的意義 好 那巧琴講的 我更高興 因為我壓根希望國會全面改選 我覺得我還要忍受這些立法委員 還沒 才剛開始而已耶 才四個月 我還要忍耐三年八個月 那如果明年1、2、31號可以全部都罷免 那也好這樣齁 會啊 就是大家都來一次嘛 對 對不對 國民黨如果還是國會第一大黨 而且直接過半 願賭服輸啦 那就是國家的以後的方向 就是國民黨決定啦 如果國民黨賭不起 輸掉了 失去了國會第一大黨 啊我們也還知道嘛 可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選罷法不要來得及來得及 因為罷免又不能改變那個巴西 對 因為巴西能不能一起 欸那巴西動都動不了耶 你看黃國昌在那邊沒在怕 對啊 我現在比較困難 現在能動他的只有柯文哲 因為現在國民黨決定改選的時候我就比較困擾的是 那個三十幾期的部分區不能一起罷免 所以你們要不要立法委員你們幫個忙修一下選罷法好不好 提高罷免門檻的時候 同時把部分區的罷免也想個辦法寫進去 然後從本屆開始適用 拜託大家一下 做功德好不好 好最後呢 這個黃國昌連兩年都當不完有沒有 如果真的休息 就辦理看看嘛 你看導播還繼續連任啊 對啊 說不定這個民意支持他嘛 也是有可能啊 黃國昌可以證明他是對的啊 好啊 那是我想要問一下這個將軍 你看喔 剛剛那個這個東豪哥直接幫我們分析在花蓮這一役 欸不管怎麼樣 其實基本上欸 在說不定花蓮縣長那邊也可以影響到他的氣勢呢 欸但說真的在鬆信選區呢鬆信選區是徐曉星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曉星呢 他說這就垃圾法案嘛 哇他現在跟黃國昌麻吉的咧 還幫黃國昌擋那個太陽花 還跟黃國昌一起直播 他現在的點點滴滴 人家叫做星星之火 徐曉星的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繼續把你的仇恨值拉高 欸大家不會覺得這是不可能欸 尤其之前有什麼沖絲表嘛 還有富王富 現在有個叫歡心金啦 蜜歡的歡心金 帶您先來 普渡眾生一下 聽一下 早餐點淚女霞 空中戰身是綠繞 草鞋蒙住著發起 雙胸後已得亮 生死看淡 白絲上家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支撐著 我命當病毒的支持者 不支出病毒的傳播者 哭到副滋溫的夢當 好我想要問一下將軍喔 大家說那隻政治人物喔 不是被罵死的 是被笑死的 當你成為大家這個笑的對象 當你成為網友創意發揮 揮灑的空間的人的時候 欸就不就會很很擔心囉 人家說 欸人家說罷免最怕仇恨值 如果你嘴巴還要這麼秋的話 就會比較危險了 其實 許小欣這樣子喜歡嘴 第一個受害的其實是葉原汁 星星之火可以療圓 是圓汁的圓 對對對 因為葉原汁 其實你說他有許小欣的仇恨值高嗎 目前看他是知名度高 但是仇恨值沒有那麼高 因為葉原汁只要遇到狀況的時候 立刻就會找電背 你去罷免傅崑崎 罷免我幹什麼 所以大家覺得還挺有趣的 可是許小欣不一樣 許小欣你說他是蜜歡 他還蠻歡的 可是你說他真的像蜜歡嗎 沒看過這種蜜歡 因為蜜歡是不會後悔 蜜歡咬了獅子 不會去跟獅子道歉 蜜歡咬了毒蛇 也不會跟毒蛇說不小心咬錯了 可是許小欣嘴完之後 他立刻反悔 第一個時間他說 我就是踢成廷飛的 他說我就是踹他的 我也給他壓倒了 不打他打誰 後來有一天道歉的時候 他說沒有啦 我那只是在直播說 嘴炮而已 蜜歡會嘴炮嗎 蜜歡只有力 看起來你並不是生死看淡 不服就看 你是不服就嘴 你的嘴跟蜜歡的嘴不一樣 蜜歡的嘴算咬人的 你的嘴是要來嘴炮的 那你看一次嘴炮 算了沒關係 第二次他有講什麼 好啊來罷免啊 來罷免啊 大罷免時代啊 對大罷免時代啊 你罷免我一個罷免你十 這五個啊 你幫我五個搞你十個啊 你看多囂張啊 囂張到消瘡到葉原資啊 葉原資他說 這不要找我嘛 不要找我嘛 現在連順口六都出來了 對不對 市值找軟的吃 罷免找葉原資 這個連順口六都出來了 葉原資 他是當時接受國民黨 去挑戰那個艱苦選區的 包含了我們楊梅的圖拳集 也是挑戰艱苦選區 人家能夠贏一兩千票 不簡單 那徐曉欣為什麼不去選板橋東 徐曉欣為什麼不去選楊梅 你去選楊梅 你再出來嘴 對 你放在那個舒服圈 舒服圈裡面 你嘴的可用力了 現在連那個睡覺都嘴了 不是黃國昌在直播嗎 他跑到後面蹭一下 我剛才在後面睡覺 那因為垃圾法案都不要過 你是立法委員 如果是垃圾法案 你怎麼不到前面去制止 你是立法委員 如果是垃圾法案 你提出一個不垃圾的 所以人家問黃國昌 黃國昌說 這個是什麼空法案 空調文 我不知道什麼叫空調文 剩下的你去問巧心 我不知道什麼叫空調文 我聽過空調 沒聽過空調文 空調是很熱的時候要開 空調文是什麼時候要用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黃國昌 他那個美 俊俏的臉脫香塞 後面出來一個 剛剛睡醒的徐小新 兩個人一搭一唱 他都垃圾了 下班了 小偷了 最後人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說那垃圾 我沒有說那是垃圾 那我說民進黨才是垃圾 這不是在嘴嗎 原來松信選區 選出來的不是一個 有才能的立法委員 是選出了一張嘴 那這張嘴成果就來了 大家可以看 嘴的成果是什麼 松信穩不穩 很穩 松信選就很穩 徐小新贏了一萬多票 贏了一萬多票 看起來是蠻穩的 可是我告訴大家 松信選區在2024年1月13號 有多少人 就是那個地區 投票人 23萬4816 四分之一是多少 58704 只要超過58704 而且同一票 大於不同一票 徐小新就拜拜了 他就再見了 所以徐小新有沒有怕 如果沒有怕 何必說是嘴 如果他不怕 記者問他 什麼叫密歡 你不是說垃圾法案 垃圾就垃圾啦 垃圾成語實啦 對不對 你要跟我說垃圾 我說三遍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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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叫密歡 你怎麼改口了呢 沒有啦 我沒有在睡覺啦 我只是在後面 用一塊布 蒙在臉上 我只看過路邊 發生意外的時候 有一塊布蒙在臉上 還是黃布 我不知道你那塊布 蒙在臉上 是什麼意思啊 是因為你怕人家 看到你在睡相不好看 我沒有在睡覺 那為什麼蒙臉 蒙臉只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要去 搶劫銀行 套起來 第二個呢 就是在路邊 不信被神召喚去了 讓你安息吧 這都不是嘛 你就活得好好的 你是一個活生生的密歡 蒙臉幹什麼 怕人家看幹什麼 在立法院 你就是光明正大 做你該做的事 表決你該表決的法案 而且密歡 講出的話 咬過的人 絕不道歉 絕不嘴 絕不說理由 我是第一個看過 密歡會講理由的 密歡咬的獅子 獅子為什麼咬我 沒有啦 我剛才以為 你是一隻老虎 不對你幹嘛咬老虎 沒有 我以為你是一隻兔子 你為什麼咬兔子 對不起 我看錯我看走眼了 所以我才講 密歡 現在你是一隻會嘴的密歡 而宋信選區選的不是立委 是選的一張嘴 我想問一下這個小平哥 小平哥你怎麼看 很多人說現在說 現在挑柿子要掏軟的吃 要罷就找葉原資 但是現在有包括說一些藍營的一些粉專 他們就說葉原資 不會啦 告訴大家沒有那麼容易 葉原資的得票率是46.11% 我告訴大家 賴清德才40.05% 所以這個葉原資其實是很穩的 真的是這樣嗎 小平哥你怎麼看 巧欣自己提出了一個名詞 叫做大罷免時代 你怎麼看 巧欣真的沒問題嗎 傅昆期真的沒問題嗎 統統都沒在怕嗎 所以國民黨不怕的話 為什麼國民黨今天突然要這個選罷法 突然就想要把他禁負二毒 最後又偷偷抽手 人家說自己怕了嘛 第一個我表態 我們不支持這個選罷法提高門檻 像以前叫做鳥籠罷免 因為要50%不可能嘛 總票是50% 然後全體公民 現在25 以及兩個條件 一個過25 一個是你 就是要超過 就是罷免的人或反罷免 超過另外一方 好 我認為這個是恰如其分 剛好 我認為25% 你就不用再動了 對25%是100%公民的25 那回到投票率七成的話 也三十幾%其實也不少了 我這樣講 好這第一個我的態度 第二個 我覺得葉遠是很熟辣你知道嗎 大家都國民黨啊 就綁在一起嘛 什麼去 一怕了就去問 怕也不要講一種話嘛 那樣的話也不會讓你 比較不會被罷免掉 什麼去問吳宗憲 還問張飛問胡瓜 問吳宗憲 無聊嘛 講那個話對不對 好冷喔 然後又說 那又又又又又又開始去怪徐曉昕 那徐曉昕那個是是比較狠嘛 那密歡的那個角度就罷一個 罷五個 人家說是因為他自己把人都死不了啊 因為不是 從另一個角度 把人都死不了啊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像那個蕭金也就說 我是國民黨 他也是國民黨 我不會講這個話 這時候就真的考驗 徐曉昕講這個話之後 跟葉遠之的感情 對 今天我就很討厭那種 台北的中產階級 那新北市或是台北市的議員 看起來人模人樣 然後真的碰到為難的時候 就沙腿就跑 膽子很小 然後趨吉避凶很厲害嘛 中產階級最討厭就這樣子嘛 這就是綁在一起嘛 看怎麼樣 你也可以跟徐曉昕商量 說下次可不可以不要講 或講輕一點 那馬上就怪徐曉昕 馬上就問吳宗憲 馬上說你們要罷 就罷那個傅崑奇 會不會太沒用啊 你是覺得 叫小有比較壞就對了 很壞啦 叫小 很差啦 叫小從來沒有好過 那我今天從來沒有好過 所以要朋友少 好不好 我朋友就多 叫小讚啦 叫小 順底好 拿去我意氣 我建議他多喝水 他比較不會被罷免掉 越原始 多喝水 喝到 因為他現在原汁原味嘛 喝到果汁含量30%就罷不掉了 好冷 太冷了吧 太冷了吧 為什麼突然浪費我們20秒聽這個故事 好 言歸正傳 你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你現在才要開始講 對 等一下 小朋友你 會不會進入大罷免時代 講重點 我在講重點 我罷免過林昌佐 我跟你講 我講一個經驗說 今天第二階段 千10% 那個難度跟罷免掉 25%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罷免每個都會投票 你千10%是都要兩三萬嘛 那個通路很難找 我簡單講 沒有政黨支持 第二階段是不可能罷免成人 包含薛果良 所以民進黨不要在那邊裝 裝優雅 這是公民 公民個鬼啦 公民是第一階段可以 第二階段沒有政黨 少追牛啦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民進黨會不會真的幹 我覺得會 他一方面策反那個八席 來回十六席 能幹掉國民黨幾席 就算幾席 你真的發動這樣的話 我們一定也要反罷免 我們要罷你的 我們該罷 所以一定會進入一個 廝殺的大罷免時代 徐曉雅你講的沒有錯 就大家按那個 不不不就是那個 你知道那個盒子袋 有一個那個箱子 按來按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看全幕罷免完以後 這個政壇進入 廢虛 大家數人都還活幾個 那個時候是真正藍綠競爭的開始 小平 我覺得全民可能喜歡看這個 喔 因為我相信 我沒有民調數據啦 可是我相信 立委的喜好 喜好度應該是全 所有的公子裡面算低的 我跟你講 其實 政治節目喜歡 其實你知道做錯了一件事 就是廢了國大 以前的 還有國大代表 以前那個政治 政治上面不滿度 國大是最後一名 立法院是倒數第二位 沒有國大的話 立委 立委你大家聽懂 上公開始講那個 我沒有經歷的年代 我開始有點 有點茫了 有一點茫了 大家都有機會 把不喜歡的立委 罷免掉喔 對啊 到時候就真的是風火連篇了 要來 大家一起來 我想問一下 Vincent哥 Vincent哥你怎麼看這件事啦 大家就說呢 而且巧信到來沒有在怕嘛 我覺得他自己很問啊 所以他當然敢嗆這個啊 我們小平哥應該就覺得 巧信叫實在很好人 沒有在怕啦 但是他覺得葉遠之就有點 怎麼就突然 就有點軟腳下去了呢 你怕的話 民進黨就勞過你嗎 頭髮清楚一點好不好 葉遠之 要清醒一點 趕快弄機程 趕快找了護衛隊 大家要再投那個 沒有 葉遠之這樣講 是要把通告失去的要回來 好 Vincent哥你該怎麼看 其實他們還是會怕嗎 你看今天所謂 突然所謂這個草案 突然就說想要進覆惡毒 最後才又趕快偷偷抽手 你認為偷偷抽手 是不是他們也擔心 現在如果這個時候 又要照上次的SOP 這樣推法案 人民只會更想罷掉他們 我是覺得 徐老闆想想數學不太好 因為你去看他那番說詞 他說 你罷免我罷免五個 你罷免我十個 我罷免你二十個 一比五跟一比二 好像數學不太差 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如果他不遞減的話 你們罷了他二十個的時候 乘以五 你們沒有那麼多人可以罷 你們一百個 我們還是有五十一席 還是有五十一席 但講重點 沒有人罷免的區域只有那麼多 我跟你說 講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其實最首先 應該不是想罷免這些區域立委 大家其實最首先 應該是想罷免 罷免不了的立委 包括就黃郭昌 包括傅崑崎 傅崑崎我的看法不太一樣 拿他沒辦法 黃郭昌去摳後 因為蕭大使只有我之前的長官 其實我常常我們大概坐車去跑活動 你講什麼物中 沒有沒有 議和吧 VSEN哥你繼續 你聽我 就是說蕭大使其實那時候你知道地方跑多勤嗎 我那時候要投入地方選舉的時候 選舉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從來做四年的立委 沒有任何一個周末是可以獨立行動的 因為你周末一定行上跑遍嘛 那我們大安文山去五十萬人 就覺得超多 你花蓮從北到南 花蓮超長的 你是不是要開三個小時 應該要吧 所以你說蕭美琴也很認真 但是傅崑崎還是贏了 所以我就說傅崑崎我覺得沒那麼好罷了 但是我說實在是這樣 我這一看我覺得超諷刺 諷刺是什麼 現在國民好多人說 不要報復性的罷免 我上有台的節目 很多藍營的人說 我跟你說罷免不要被政治工具化 不要被政治操作 你們都在政治操作 你們都在政治操作 政治工房 過去從立法院第九屆到第十屆 被罷免的人 幾乎全部都是民進黨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7年 第一個當時被罷免就是誰 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那時候 他差很深被罷免 為什麼 對啊 那時候很多民進黨去幫他 因為時代 我有去幫他 因為其實很少人 很少人記得這一點 其實時代力量曾經有提一個 那個罷免的門檻的一個 沒有門檻 他本來要把門檻降到零 後來民進黨會說 沒有門檻 有點奇怪 絕對多數就直接罷了 應該是要把他至少拉到20 因為原本是50% 那民進黨說那25%差不多 就抓個中間值 對不對 反正實在地量是零 如果零的話 其實黃國昌是被罷免的 黃國昌老師那時候炒說 我要簡單多數決 對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如果真的是零 他是被罷免的 因為他是門檻沒到 對啊 我們就閃用納拉達的啊 那再來啦 其實來講一下 2019年是韓國瑜嘛對不對 韓國瑜那個國民 2020年再一連串喔 1234 從王浩宇到陳志東到黃捷 到高敏林等等 四位議員 再來2021年 又是3Q又是Freddy 我跟你說 報復性的罷免是誰最厲害啦 真的是國民黨很厲害呢 連續六個罷免案 都是針對所謂綠營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就說今天突然之間 好像倒過來 不要罷免 罷免危險啦 因為換他們要被罷了 好 那我講一下 其實現在當然最危險是桃園嘛 對不對 桃園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吳春吉 他只差1229票 0.57%嘛 0.58 0.58 0.58%其實說實在 真的是 多號召一個鄰居 最投票搞不好就翻了 那再來就葉元芝 那葉元芝你知道 我個人覺得 雖然我們都跟葉元芝熟嘛 都上節目 常常認識 但是憑良心說 葉元芝當時當選 是有一點意外 我相信對他可能是有一點意外 因為當時 他通常說他本人就會上 他一直跟我說 真的嗎 他相信他自己會上 敬佩他的信心 敬佩他的信心 但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當時他的對手 發生了一些狀況 這個我希望 不要繼續說 不要先不要 發生了一些狀況 你要講也可以 發生了一些狀況 所以導致葉元芝上 今天如果 這個對手是很明確 而且是在地方上有聲望 而且在民進黨 也是有經營的 你說葉元芝會不會怕 我認為會啊 會啊 所以為什麼在節目上 這樣子說 其實背露彰顯的 其實自己的不安啊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如果 我是焦點 而且本來他 政論節目上了那麼多 知名度那麼高 大家焦點當然是 針對你葉元芝嘛 所以葉元芝如果焦點 因為大家 我最後講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記 罷免是明年的事情 不是今年的事情 那罷免就明年的事情 但是只有一個人 可以持續這個焦點 就叫葉元芝 所以我覺得葉元芝 現在應該是最擔心的 因為明年二月 一年到了 可以發動罷免的時候 大家記憶當中 第一個可能 巡迴就是葉元芝 葉元芝現在開始 應該要從 政論節目中消失 每個人讓他看到他 立正提醒 我要罷免你 所以他現在呢 要先捨棄到 他最愛的東西就是通告 但是呢 我們要來問一下 一宗老師 一宗老師 你看啦 這個黃國昌 之前時代力量 曾經說這個罷免法 我堅持就是要 簡單多數決 基本上就簡單粗暴 就要給他罷掉 如果當時過的話 國昌老師 我們已經跟你說 SAYO NARA了 當時是民進黨幫助他 先帶你來聽一段 也有人跟你一樣 當年都協助他 度過罷免 是佩義 來聽一下 如果沒有我們的幫忙 黃國昌早就被罷掉了 好啦 我們話就說到這裡 話就說到這裡 不要講太重 等一下我一定要講 真的有幫忙 因為那時候 我還在中央黨部當黨工 然後我那時候 一屆黨工是有收到指示說 我們大家要幫忙 反罷免黃國昌 所以是 有浪費我上班的時間 我是基於被長官交代 我工作上業務 真的有幫忙過 所以你也有欠我 對 他說也有幫忙 真的實在是 他欠的人可多了 他欠的人 還包括我們一宗老師 一宗老師 你看當年黃國昌挺過罷免 你也有幫忙 現在黃國昌 徹底大復活 現在要搞出這一出 我不是幫 我是徹頭徹尾的 下雨騎的摩托車 從台北去戲子 把鵪刺 我最遠跑哪裡 跑到九份 金山瑞芳 共僚 真的 我就只差共僚沒信 我那時候是幫到這種 那你還不道歉一下 你還在講這麼多 當然基於他曾經來過 我有婚禮 不會吧 所以我是這樣 你知道當年還有誰去幫他 瑞德 黃瑞德 鄭鴻宜 你不要跟樂園 自己一樣轉一焦點 大家是這樣子一路幫 然後那時候幫到什麼程度 到選前的最後一天 我們還去那邊 西子一路掃街 結果隔天開票 真笑 現在罷免票 竟然比不罷免票還多 但是還好因為罷免票 未達選舉人數的四分 因為下雨 因為下雨 投票率不高 所以我們 呼 好嘞加載 可是 其實那時候大家就講說 其實我們心裡面還是要感謝柯總召 就是說 因為畢竟那個四分之一的門檻是柯總召說要加 對 但後來我們國章老師還是繼續去咆哮我們柯總召 可是現在柯總召會想說少是到當初 早知道當初就把你撞掉就好了 柯總召是一個既往不救 因為他都是前輩的 往前看啦 但是重點是有很多人不往前看了 最新的消息 可是他抽菸我們還是要罰他一萬萬 這個是什麼 今天 北美台灣人教育教授協會 他們決定要撤銷黃國昌在2015年的 一個那個紀念獎章得主的資格 就是說因為認為說 他們給我國昌平 然後還有下面這個 他說最可惡的是利用台灣人的這些苦難 然後進行詐騙 因為很多金主現在很不爽他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這個也是最新的消息 4X貓 他不是去波蘭了嗎 波蘭前 他還是念念不忘我們國昌老師 他去了國昌老師那個違建的家裡 然後 拆了沒啊 他沒有貼布嘛 一個人說這樣 2013年 2023年10月7號的時候 他說國昌說 拆得乾乾淨淨 但是2023年11月的時候說 申請了執照許可 那今天呢 已經拿到拆除執照許可超過半年 但是 話也不想說得太重啦 對 點到這裡就好了 對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裡 但是現在重點是 那現在大家看國昌老師 所以剛剛其實 那麗布格已經提到一件事 我認為啦 國民黨最終 他們會看氛圍 如果這個大罷免的氛圍 真的起來以後 國民黨反正現在是國會多數 他們還是會把那個 提高罷免的這個門檻 送進國會 現在暫時不弄 之後再弄 如果以前只有國民黨自己幹的話 所有的劍板會說 國民黨就是以前那個樣子 可是因為國民黨習施 還是沒有辦法過半 所以他們需要 白銀的那8席 所以只要藍銀的加 白銀的8席 我認為可以充斷什麼 充斷民眾對國民黨的仇恨值 就是說 他們現在把白的拉進 那8個拉進來 所以到時候這個法案 是藍白加起來 去拉高那個罷免的門檻 所以這件事情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會發生 因為反正現在有那個8席 那重點是 剛剛玉布格也講了嗎 這個8席 會不會真的就是 國昌老師 當年是認為 應該要 罷免要走很前面對不對 現在會不會拉高門檻 我認為也是會 因為畢竟 有一個東西很香 叫做新北市 很香耶 很香耶 那個烤肉的聞到的味道 全台灣22縣市 最大400萬的那個 400多萬 那個我現在聞到就覺得好 聞到了 套區對岸的話 聞到都上頭了 所以有那個香味在的時候 我認為那80 應該就有機會 然後你現在重點是 那有人說 那阿伯阿伯 民眾黨的那個 唯一的那個解救星 阿伯阿伯跟他講的蠻小平哥 在忙啦 阿伯 阿伯被你們搞到現在自己 阿伯在跟律師討論 還要坐公車到台北地監署好不好 阿伯可能還需要國昌老師的法律素養的諮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認為阿伯沒聲 所以最後很有可能 所以這個局最後藍牌加起來 最後最終你說公民運動 清流運動又要去包圍立法院 但是那又怎麼樣 對他們來講 只要法案能過 你罷免罷免不了我的時候 拍拍屁股 你沒責 這是目前的局勢 尤其黃國昌剛剛最新消息 他被這個NATPA 所謂的教授紀念獎 撤銷他的獎狀 黃國昌氣炸了 他說這個叫做不可承受之重 他對於這個獎項 他在意的咧 剛剛老師也講到 重點還有柯文哲呢 柯文哲的完全聲量 基本上呈現歐卡狀態嗎 先進廣告 稍後來急救柯文哲 有當時人 人在手腳 撞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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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撞架 叫大家開始獄了 不是 議員 其實現在年輕的員警 也不受教 酒駕一定是不對的 就沒什麼好講的 如果他這樣 論述不清 你知道 變成失言 他要出來道歉 就這樣 我覺得這種事情 對就對 沒有什麼好討論 我想問一下尚公 現在民眾黨聲量 基本上已經探底了 沒想到有聲量的時候 就是他們民眾黨的議員 竟然要員警 不要抓酒駕 而且重點是國民黨的 縣長竟然回答說 年輕員警不受教 我們再看民眾黨的黨綱 竟然從原本的酒駕零容忍 竟然變成酒駕一容忍 一次沒關係嗎 你怎麼看 我覺得一件事 這個酒駕 我還不管民眾黨容不容忍 對啊 酒駕是全民零容忍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那個陳東豪也非常熟的人 要去住新加坡代表 一次酒駕拜拜 好不好 要去住新加坡代表 去一個張惠寧一面 要趕到另外一個地方 酒駕被警察攔下來 不管他是誰 一次新加坡代表拜拜 如果酒駕是一個零容忍的事 那民眾黨要放寬一次 那你就去放寬嘛 那最好如果放寬一次 那以後那個選舉的時候 請他履歷上面寫酒駕一次 一次而已這樣喔 看會不會當選嘛 對啊 我覺得當然 很奇怪的是 那個議員陳鴻忠嘛 陳鴻忠問那個問題也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那個縣長答的也很奇怪 什麼叫年輕元景不受教 元景就是應該要徹底的 杜絕所謂的酒駕啊 那現在的意思是 這個我們然後縣長的意思是 不年輕的警察都會放 都會聽 只有年輕的警察不放 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還是你是說要保護酒駕 我覺得這有點離譜啦 當然 當然我也不我也不知道 這個議員為什麼會去做這樣的質詢 其實很少人敢公開幫酒駕的人 去做質詢 質詢去幫公開酒駕的人講話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當然這個事情出來 對饒慶林啊 對民眾黨都是相對不好的事嘛 這是一定的嘛 林榮忍就林榮忍 那阿伯 阿伯也是 我們還是希望他撐住啦 上公你看阿伯現在幾乎沒有聲量啦 現在都是在忙他的案子嗎 金華城等等 所以整個才被黃國昌拉著走 也 我也覺得這一部分啦 但我也不是他不覺得他是全部的原因啦 對不對 那你認真是說 那剛才我們不是有表決那個朱立倫 那個鍾小平不在嗎 我們表決朱立倫是無能還是有能嘛 結果一致同意無能嘛 管不住復困期嘛 那一樣啊 管不住復困期是有很多原因的 那柯文哲懂立法院嗎 我只問一句話 如果他什麼都不懂他就很難牽制黃國昌 他就很難牽制黃國昌 那他的聲量已經趴到這樣 趴到這樣 只有一件事情可能會逼迫柯文哲 跟黃國昌 要黃國昌安靜 只有一件事 國民黨的反感度到八成 沒救了 沒救了 民眾黨的反感度到八成沒救了 七成沒救了 沒救了 不過如果不是到那個地步 黃國昌 禮貌性的尊重柯文哲是主席 柯文哲是沒有能力處理黃國昌 你要怎麼把它處理掉 你要處理趁現在 其實柯文哲可以挽救自己 第一個 把黃國昌開除黨籍 逮捕 逮捕八成 進到立法院覆議案 全部支持行政院 重新審議 柯文哲活了 活了活了活了 國昌死了 洗白了洗白了 民進黨倒 國民黨倒了 這樣變成小綠 不是 國民黨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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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變笨蛋 對 國民黨就倒了 那成就了柯文哲 哇 所有的小草 亂四英雄 亂四英雄 小草又回來了 小草又回來了 時間輕鳥的懺悔區 去懺悔區的那些人 可能又回來了 不然咧 不然柯文哲根本就沒什麼意義了嘛 沒有意義存在嘛 當初他說他是要廢考監的喔 黃國昌是 我只要廢監察院喔 當初柯文哲是被那個監察院 金黃被糾正喔 這個就被蔡壁爐執行 等一下再說 那他進化成的時候 是被監察院彈劾的喔 然後黃國昌說監察院只打蒼蠅喔 不打老虎喔 那柯文哲到底算蒼蠅還是老虎 蒼蠅 你看以前的老虎現在是蒼蠅 柯文哲有說你要把黃國昌的話聽清楚啊 你不要被罵蒼蠅了你都害不得到 罵人不帶張字 果然是康乃爾的法學博士 所以我就說 目前為止啦 我也不認為說 柯文哲能敢 像我這樣說 把他那個開除黨籍 然後替補完巴西全部支持覆議 我也不認為柯文哲敢這樣做啦 如果你不敢 那就很簡單一件事 你就是被牽著走嘛 也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國會未來 永遠是政壇上的焦點 因為你看後面 不分區同意 那個NCC同意權 考試委員同事權 大法官同意權 審預算 然後國民黨這麼多奇奇怪怪的法案 又要在裡面打來打去 那如果不處理黃國昌 未來黃國昌 還是帶著民眾黨 還是在引領民眾黨的走向 好呢我們先進行廣告 稍後呢我們繼續讓一中老師來分析 我們新竹啊 前陣子發生 讓大家覺得相當心痛的消息 就是有兩名消防員殉職 但沒想到高雄安竟然在臉書上面發文 都可以惹到消防人員 跳出來重重打臉 先進廣告 我想問一下一中老師 老師跟你請教一下 酒駕零容忍 這件事情在民眾黨內 竟然不是這樣的態度嗎 還有呢高雄安 之前因為我們新竹市發生了 現在比較傷心 就是說有兩名的消防員殉職 剛才寫了一批手寫信給消防人員 就沒有想到竟然是AI寫的 民眾黨沒事就不要創造新聞 一旦新聞都是一些負面的 現在還在討論酒駕該不該容忍 對 就民眾黨的議員莫名其妙的就是說 他認為酒駕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討論空間 他沒有任何討論的空間 所以連柯文哲都受不了 他說他曾經有個學生也是被酒駕 被那個 所以這件事情根本 沒有什麼任何討論的餘地 那除了這個以外 民眾黨唯一的執政縣市 就選上了 就是我們高宏安 他又有事了 高宏安又有什麼事呢 這一陣子 因為我們新竹有一個 發生了一個很不幸的事 就是在我們關埔那邊 有一個房子 就是火災 然後兩位消防弟兄 殉職 殉職 那這件事情當然是很悲傷 那身為我們新竹市的大家長 高宏安 那他當然應該有一些責任的態度 那理論上應該是一個 很普通的事情 消防員也不開心了 我們先看當天 高宏安那天 他就說 發生了火警 他就講的閒了很多 但大家仔細看一下 看那個照片 這是一個 到底是在偶像明星 還是在 為什麼每一張照片 都是高宏安的這個畫面 雖然他是 感覺白白白 白得比較哀傷 可是每一張都有他 我有點 快速說 人家在救災 你拿了那個專業的攝影機 那是單眼相機 然後每一張都捕捉你的神韻 到底 這個文章的意義是說 意義不明啊 你可能與民眾站在一起嗎 我看不太懂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 confuse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 高宏安可能覺得 大家對他這邊文章就說到 做修做過頭 他馬上 他寫了一個手寫信 寫給我們 新竹市消防員弟兄 其實看起來滿感人的 寫了很多幾千字 然後用手寫 應該是滿有誠意對不對 重點來 大家看貓膩 被人家揪出來 這是一個網友揪出來的 他的這個東西 這個落款 就是他這個文章啊 怎麼好像我們電腦的那個 陳余落雁體 高宏安字一模一樣 那這裡你說 可是你說這個名譽是高宏安的字啊 人家就揪出來 高宏安的簽名在上面 大家看 看最清楚 大家看不清楚 這個比較大 我幫你們放大 來 這個是高宏安這次發表的手寫信的字體 跟電腦那個字體有沒有很像 高宏安真正的簽名長這樣 觀眾朋友啊 你說這兩個是同一個人簽我 我是不太信啦 就是說 所以一些網友說 高宏安 連這個都 你連這個東西 其實你可以用電腦打字 沒關係 你只要你簽名就好 結果你 你為了表示說你好像用手寫 結果從頭到尾 被人家懷疑 現在是懷疑說 對懷疑說可能不是 高宏安目前並沒有出來回應這件事情 我們有多少證據說多少事 只是觀眾朋友你自己看 你覺得這兩個簽名有像嗎 那 所以 消防員在那個PTT也秀出 也講了 他就說 他說就是說 高宏安在文中說 他幫那個什麼 加薪加薪 消防員說那個不叫加薪 那個是我們的加班費 又來了 加班費又變加薪 2000塊的加班費 不要把它弄成加薪 然後網友最後講什麼 他說啊 怎麼每次都是加班費出事 他說最後 想要談談制度 他說 消防員啊 不要一直叫我們什麼在國小日 體驗日 賣萌鬥小孩 不要在里民活動耍猴戚 不要在每一個月的CPR 去宣導說有多少人 消防員 其實消防員 你們跟他講 消防員只講一件事情 讓我們好好的把工作做好 而不是用這樣的秀的方式 最後講一件事 難怪我們今年遠見的那個 縣市長評比 連任高宏安倒數第二名 一樣繼續拿下 所以你看啦 高宏安倒數第一名是謝國良 因為這件事情高宏安現在惹怒啦 剛剛新竹市政府最新的這個回應啦 說高市長上任以來全力支持消防員 超勤加班費 爭取中央人員的編額 保障他們的權益 這是新竹市府最新的聲明 也交給大家來做平衡一下 先進一箱廣告 稍後讓小平哥來評論一下 民眾黨發生什麼事啊 我想請教一下小平哥 你怎麼看啊 這個民眾黨竟然出現 議員竟然講說酒駕抓太緊 就是爛檔嘛 不是 撿到藍桌是菜嘛 今天你是本來是一個水跟蔬菜 你們形象好啊 你阿伯他們也是涉及這個貪賭了嘛 然後地方上想跟國民黨民進黨 尬一下基層 找了那些三條兔胚的 撿個鐵仔童花順來才有用好不好 就找一些人都很爛 這個議員怎麼可以 我名字我記不住 還當過副議長對不對 陳鴻忠 陳鴻忠 以前國民黨的提醒你 對 我知道 他是懶的 最早是懶 最早是懶 對 懶的時候當副議長的時候 國民黨五黨籍再到慶忠黨 所以阿伯幫他從那邊撿到你們那邊 我們看的新聞很驚訝 以為說這樣的對打 好像是紅線給他開九百塊 一直開 一天開兩三張 當然可以聊一聊 酒駕零容忍耶 酒駕撞死人說那個人死了 一家人都倒了 然後朋友參加公祭 這個多慘 你還說這個酒駕放寬一點 那台東幹嘛 台東是沒有法治的區域的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嘛 所以我就建議阿伯 這個人要停權六個月 道歉 這個這個 各位看完不要跑 記得一定要趕快 訂閱 分享 按小鈴鐺 加入我們的橫斗內幕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Gracewood每一次的發車